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平訪談時間 今天的主講嘉賓是台灣政治大學的李友譚教授 現在大家都看見了 德國和烏克蘭已經從衝突演變為戰爭了 這是衝突的最嚴重的一種形式 那麼現在全世界也都在關注 台海兩岸的這個衝突 是不是會發展到這個階段 那台海兩岸互相衝突已經有好幾十年的時間了 尤其是在這個李登輝 他當了台灣總統在台灣實行民主化之後 這兩岸的這個衝突好像是愈演愈烈了 到現在蔡英文這個執政時期 中共那邊說台獨已經走上了不歸路了 那麼現在這個兩岸衝突 它會不會發展到那一個程度呢 那麼我今天呢就想請李教授來談一談 這個兩岸衝突 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到底有沒有可能緩解 將來如果有緩解的辦法的話 有什麼樣的形式才能夠緩解 李教授你好 一平兄好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兩岸衝突無法完全避免 甚至也無法完全化解 兩岸目前只能控制衝突 為什麼 這是因為兩岸制度的差異 兩岸 不是只有 所謂的 兩邊都是中國人為什麼要征戰的問題 也不是說中國人跟台灣人的問題 這都不是主軸 而在於 台灣 透過民主化 於1996年確立了主權在民的自由民主國家 而中共從1949建政到現在 都是維持中共一黨極權專制的模式 這是一個兩岸的價值觀意義形態的衝突的問題 那麼要談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回到國家這樣一個政治學的原理來解析一下 首先 國家過程的要素是什麼 人民土地政府主權 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我們會強調人民第一優先 一群人在一塊土地上面 組建政府建立國家 人民第一 專制國家 它的國家過程要素也是四項 但是它是 國家政府 土地 人民 它是我建立一個這樣的極權專制國家 然後有一個政府 然後這塊土地霸佔了 人民只是依附在這個土地上面的 一群人而已 所以 民主國家主權在民 專制國家 形式上它重來強調主權在民 真正掌控權力的就是政黨 或者是威權專制政權的本身 它不是主權在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來看 國家的目的是 安全 秩序 正義 福利跟自由 那麼 這五項在民主國家是要平衡發展 平衡堅固的 專制國家 一定強調 國家安全社會秩序 最重要 那麼 他們的國家會強調為人民某福利 他也會強調 為最大多數人某最大幸福快樂 可是 他絕對不會 重視 每一個人的基本自由人權 所以 在專制國家 他 重要有自由 一定擺在最後面 或者是有福利 沒有自由 自由在 一個專制國家的國家目的裡面 他要嘛就非常少 要嘛根本沒有 但他會強調福利 而民主國家 國家安全 秩序 正義 福利 自由 一樣的重要 我們用自由 好 去 我們政府存在的目的 國家存在的目的 為人民 某最大幸福最大快樂的過程中 不能剝奪 每一個人基本的自由人權 我們每一個人享有基本自由人權以後 再用這樣的自由人權是怎麼樣 去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那有了社會公平正義以後 再來保障 國家安全 秩序 正義福利自由之間的平衡 這個 民主國家 用國家目的來看 他跟專制國家的差別 那麼 台灣 透過民主化 於1996年確立的主權在民國家 在之前 兩岸是威權跟極權專制的對比 蔣介石 反共沒有錯 但是他強調自由中國 根本是有名無實 因為當時台灣 還是威權統治之下 蔣經國幹到死 蔣中正更幹到死 而且戶傳職 而且戒嚴令 然後動眼看了實習臨時條款 台灣只是 沒有像中共這樣全面控制 但是國民黨一黨專制 這是確立的事實 所以當時的兩岸是 威權對抗極權 那兩岸的確 都是強調一個中國 然後台灣想要反攻大陸 中共 中共國想要 最後 拿下台灣 完成所謂的中國的 領土 的 完整跟統一 就達成 中國所謂的 這個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還有中國的 這個 統一的 一個 領土 也就是完整的老母雞 至少的 完整的老母雞 縱然沒辦法變成 秋海棠 他想要 達成 老母雞的 領土的完整 那麼 1991年 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 但是我們的 1991 92的國會 全面改選跟 總統之選 已經鎖定 已經鎖定設定了 2300萬人 在台灣人的 在台灣的 這些2300萬人 才的 人民 18歲以上 20歲以上 才擁有 選舉的公民權 所以 這樣一個 主權在民 已經設定了 台灣 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同的國家 至少是分類國家 可是 我們回頭去看 1971年以前 台灣 中華民國 代表整個中國 在聯絡國擁有席位 不僅擁有席位 而且 聯絡國的 長領理事國 但1971以後 這個 長領理事國 被判給中國 那麼 沒有處理台灣問題 只是說 蔣介石代表的 中華 中國的代表權 被驅逐出來 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效 替代 政權替代 原來中華民國 佔領的 原來的 聯絡國的 習次 跟 理事國的 這個角色 從此以後 中共就 跟國際強調 一個中國原則 那麼 美國 他說 我認知一個中國 他 美國 強調一個中國 跟中國 中共所強調一個中國 這概念上 還是有一點差異 那麼 美國呢 制定 在1978年 決定跟台灣斷交的時候 國會制定台灣關係法 保障了台灣安全 那麼 1995的時候 1995的時候 台灣決定要總統執選 中共對台 揮彈試射 美國派 軍艦 來維護台灣 保障了 這個 台海和平 讓台灣可以 實行總統執選 總統執選以後 全世界 自由之教的評比 從那時候到現在 都將台灣評比為 自由民主國家 這樣一個 透過民主化 落實 主權 在民的 自由民主國家 事實 中共 如盲刺在背 他表面上不敢去 強調 但是我們非常清楚 中共最在乎的就是 台灣人民 選舉總統以後 就落實了 主權在民 從那時候開始 啊 我們都非常清楚 中華民國的民主運作 對中共政權 是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 美式聯 的選舉 中國人都會想說 台灣人民都可以選舉總統了 哪時候 中國人民 才有權利 透過每 每人一票 每票等值 來選舉他的國家領袖 所以 台灣民主的運作 讓 中共政權 如盲刺在背 而 中共呢 在 不斷的強調說 1992年 有一個 九二共識 當時 這個九二共識 不是 中共提出來 他講到一個中國原則 九二的時候 有一個會談 那麼 那個會談 哈 一個中國 這部分 啊 台灣是解釋為 各自表述 中國 大陸 哈 他認知有這樣一個 討論 那麼 我 我喜歡強調 不是九二共識 而是 大家有一個共識說 那時候有一個會談 那個會談 當時的中華民國後來 解釋為 一中各表 啊中國 到了 2000 019 習近平 的支持裡面 公開否定的 一中各表的可能性 直接 強調 兩岸 就是 一個中國原則 然後 一國兩制 是唯一的 模式 那麼這之前 2005年 中國就制定出 反國家分裂法 反國家分裂法裡面 設定的是 如果看不到 國家統一的可能 他最後要對台動 哪時候看不到國家的可能 這個詮釋權也是由中國來決定的 所以 這時候 我們就感覺出來 中共 和平統一 是 擺在 台面上的 但是 背後 從來不放棄 武力對台 這就是兩岸衝突的 增結 兩岸衝突的根源 這根源 我們所 提到了 就是 這個 兩岸制度的差異 這個制度的差異 到底會形成什麼後果 我等一下 我想說 看一平兄有什麼樣的意見先提出來 或有什麼問題 我再提出來後 我再來陳述 兩岸 現在 面對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問題 然後呢 如果來看待什麼叫做台獨 這個問題 我等一下再來詮釋 謝謝 李教授剛才提出了一個非常這個有意義的觀點 就是說現在兩岸衝突的本質 實際上是 專制極權制度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衝突 不關乎這個民族的認同的問題 也不關乎這個其他的什麼文化的問題 實際上就是 制度的 之間的差異所造成的這種衝突 是造成的這個專制極權制度 對自由民主制度的這種威脅 這實際上是衝突的本質 而且李教授還有一個觀點很有意思 說從91年 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是台灣結束動員勘亂時期開始 他們實際上台灣就已經 中華民國就已經承認了 中共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大陸的這個事實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就實際上形成了 這個一邊一國 形成了兩個獨立的這個國家 也就是說台灣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已經事實上 已經獨立了 那麼 按照這個論斷呢 也就是說 中共的現在的聲稱的所謂台灣在這個獨立的這個道路上面越走越遠 這就是一個假議題了 台灣已經獨立了 沒錯 蔡英文政府這 執政的6年下來 他並沒有變更國號 然後呢 中華民國 我今天剛拿到我新的護照 中華民國中文 英文加一個台灣 這是國際公認嘛 所以是怎麼樣 我主張的 也是台灣現在可以做的底線 自憲證明不改國號叫台灣 我國號從來沒有改嘛 中華民國嘛 哪有走更遠 然後呢 我們 你要修憲自憲 這都是憲政秩序可以做的嘛 那看人民要不要接受你去自憲或修憲要怎麼通過嘛 要憲政秩序嘛 自由 就像蔡英文總統所講的 維護 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嘛 那 維護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就是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看你要去 修憲 或甚至依據中華民國憲法 你要制定另外一個 憲法 都是依據 憲法本 憲政秩序來做的嘛 但是 自憲證明 不用改國號叫台灣嘛 理論上 自由民主國家 要改國號也都是很時空見慣的事情 但是台灣不用改國號叫台灣 現在目前最大共識 就出來了嘛 所以 如果要改國號就理論來講 一個自由民主國家 當然可以改國號嘛 可是問題是人民願不願意接受 國號人民要不要 願不願意去 改國號嘛 那我個人 我一個自由民主信念的人 我認為 要改國號當然可以 但是 我認為沒有必要 因為 中華民國 這個國號 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是什麼 就是 國企國號國歌都只是國家象徵嘛 人民土地政府主權才是國家構成要素嘛 所以 中華民國人民土地政府主權四個要素都具備嘛 所以他是一個國家嘛 至於中華民國國企國號國歌 他只是一個國家的象徵嘛 那要不要改 當然可以改 只是 那素質於全民投票 所以台灣自由要不要改國號問題嘛 沒有要不要獨立的問題嘛 這句話就出來了嘛 所以 講 台獨越走越遠 或是講台灣要搞獨立 那都是 假議題 為什麼 因為 誰能夠 決定改國號 中華民選總統也沒有資格改國號 蔡英文總統可以宣佈說台灣國號改為台灣或改為紅毛沙嗎 沒有資格嘛 就是 要改國號 是透過人民的一個 公民投票的程序嘛 你說宣佈獨立 什麼叫宣佈獨立 我不知道台灣要怎麼宣佈獨立 中華民國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國家很多人 全世界都叫台灣為台灣 我們也樂意別人叫我們台灣 1971年以後 我去查英文書 1971年要找台灣要從China去找 1971以後 我看英文書 絕大部分英文書你要找台灣 你只能在T1那邊找 這個國際上公論的事實嘛 自由之家台灣就是一個獨立國家嘛 全世界都認為台灣是獨立國家嘛 只是中共不務實嘛 我最喜歡講 我說 中共你同時跟南北韓建交嘛 連那國其次 南北韓是兩個嘛 東西德以前是兩個連那國其次嘛 那你中共同時跟南北韓建交 中共不務實不接受 台海兩岸現在是兩個中國嘛 是中共不務實嘛 國際都是很務實嘛 當然是兩個中國啊 所以這個整個問題的 跟爭解是中共自己作簡制服嘛 他自己不接受 兩岸是分裂的事實嘛 那兩岸分裂的事實 中華民國國號現在 代表改國號要全民的共識啊 那中華民國這樣的國號 對全球華人有號召力啊 我到東南亞去 我到了 那個泰國去 那裡面 太北那邊非常多的 那個華僑 他們還是認同台灣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啊 那個馬來西亞多少的僑生當時到台灣來留學啊 香港當時 那個在英國統治的時候 多少香港人到台灣來留學啊 因為他們想要的是自由民主的這種訓練教育方式啊 今天 中華民國這一塊招牌 不是只有中華民國這個招牌跟中共的 對比而已 還是中華民國代表這個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自由民主的這個宣稱秩序 自由民主文化傳統 所以 台灣的這個台灣的現在的國際上 我們 開設這個學院 可能 到處都會取代孔子學院啊 今天多少的美國人可能連高官 連那個現在基層公務員要學中文 學華文 他可能要送到台灣來學習啊 所以 台灣人民有 要改國當然有 可以但是我認為不需要 所以我講一句話 自信證明不改國號叫台灣 然後這是 我說我說的 台灣是 華人世界的 的明燈 自由的燈塔嘛 民主的明燈嘛 那我現在要講 民主的背後兩個意義 一個是自由一個是自覺 自由 台灣民主化最大的價值就是什麼 北女恐懼的自由 台灣人民 好不容易爭取到 自由民主的制度跟生活方式 就是不再有政治犯 思想犯 良心犯 我們終於達成北女恐懼的自由 另外 自由還有 另外一個層次 剛才那時候消極的自由 免以不當約束 不當壓制 就是我們擁有了 這個免以恐懼的自由 另外 自由還有一個積極意義 就是自覺權 自覺權是 兩個國際人權共約 1966的兩個國際人權共約 共同的 第一條 公民與政治國際權力公約跟 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 共同的第一條 這共同的第一條就是自覺權 不要說台灣 未來中國民主化要進展順利 也一定要尊重 各族跟各地方的人民的自覺權 不尊重自覺的 民主是假的 不尊重自覺的民主 不尊重自由跟自覺的民主 它就是極權專制的另一種代言 代名詞而已 很多人講說很多國家為什麼民選還專制 因為它不尊重自由 不尊重自覺 不尊重自由跟自覺 國內都會 都會戰亂 戰亂頻繁 我們可以想像 一平兄你現在加拿大 加拿大如果不尊重魁北克的自覺權 加拿大現在可能在戰亂中 因為他尊重魁北克的自覺權 所以 公投以後大家 共同還是相安無事 還是共同奮鬥 共同組建一個 加拿大一個共和國 我1987年就到加拿大 那個 車子到了魁北克的時候 連路標都變成華文 到了那邊都講華文 人家還是一個很完善的一個國家 所以 因為自由民主國家尊重自由要尊重自覺 它反而是團結 可以團結 為什麼自由民主國家可以團結在一起 就這樣 烏克蘭為什麼這麼團結 因為他們的 責任司機是他們明顯出來的 他號召他不走 他站出來 全國人民 團結在他底下 專注國家普京 哪一天人家就想要殺他 或者推翻他 你是一個毒夫 發動戰爭不只是 烏克蘭人命犧牲 今天俄羅斯人多少人 人命犧牲 所以 自由民主國家 反而可以團結在一起 所以我說台灣 台獨是假議題 你可以改口號 問題是 你要有程序 你可以自信 但如果要自信 你中華民國 限制自由 維護自由論全部分 如何延續下來 我不斷的提出這個挑戰 台灣可以自信 但是 中華民國憲法 現在已經將台灣提升到 自由民主 最高等級的 94分 然後 經濟選擇已經給台灣評價為 全世界第八名 你如果要自信 你這個限制秩序 如果維繫 不要不要自信很重要 你要改國號 你要人民同意 我的看法是在中國沒有民主化前 不要輕易談要改國號的事情 中國民主化以後 要不要改國號根本無所謂 只要中國自有民主以後 兩岸自然會非常 非常靠近 我不斷的 這是我的中心信仰 只要中國民主化以後 台灣一定跟中國大陸的政權 自由民主的中國政權 走得非常靠近 不既然是要統一 歐盟模式也可以 俄羅斯邦聯模式也可以 各種模式的形式的統一 但是那是尊重自主權 或尊重自由 沒有壓力了 要不要改國號根本無所謂了 或未來的人民要不要改國號 真正的民主國家也不會反對你去 搞不好哪一天如果 要組建一個中華邦聯 或組建一個中華共同市場 或者是中華 像歐盟這樣的中華聯盟 搞不好到時候的中國說 你台灣改國號 你就讓台灣國沒有關係 再組建在一起就好了 那這個背後什麼 國家就手段個人是目的 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特徵 最重要的價值 就在這句話 國家就手段個人是目的 兩岸最大的衝突就在這裡 中國 共產黨綁架國家 國家是他的目的 人民只是他的工具 人民只是他的手段 台灣 主權在於台灣 中華民國 這個國家只是手段 保障人民的權利 某人民最大幸福才能目的 問題就 衝突就在這裡 所以 台灣的極度跟極同 都失去立場了 都可以 但是極度沒有必要的問題 你 為什麼要改 你主張什麼叫獨立 台灣現在不是獨立嗎 你要不要改國號 可以啊 看看台灣人民要不要接受 沒有那麼容易 連我都不會現在都不可能接受 極同 我想 什麼叫同意 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極前專制 台灣人民沒有主張跟中國 統一的權利 你怎麼可以選擇 自由人不能選擇當奴隸 自由人不能選擇我要讓專制統一 台灣人民可以跟未來自由民族的中國統一 而且我們很樂意 但是台灣人民不能接受 被極前專制統一 如果有人要被中國極前專制統一 歡迎 現在就搬到中國大陸去 現在就搬到上海去 我最喜歡講說台灣這些 贊同中國不要回來 你現在就可以搬 因為台灣允許你個別離開 但是你不能綁架所有人 要跟你一樣去當專制的奴隸 自由人你可以選擇 自己去當奴隸 但是你不能綁架別人 跟你一起當奴隸 被中共基督專制統一 就是當奴隸 所以這不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問題 這是一個制度差異 這是生活方式的選擇 這是一個生命價值 終極關懷的選擇的問題 所以 我很高興這個場合 我後面講的比較激動一點 但是我很高興 我將我的思想觀念 完成了陳述 我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謝謝 我去過幾次台灣 也結交過一些台灣 疾獨派的朋友 我是希望他們能夠把李教授的這一段話 能夠聽進去 能夠再思考一下 他們的信念也是非常堅定的 有一些人是幾十年如一日 真正的是為這種台獨事業獻身的 我對他們的這個堅持是非常佩服的 但是經過李教授這麼一解釋 我也覺得他們這種堅持 似乎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您剛才說的 國家的五個目的 安全 正義 秩序 福利 自由 台灣改國號 把中華民國改成台灣共和國 實際上是對這五個國家的目的 是沒有任何促進的作用 相反反而在中共存在的時候 它還起到反作用 危害台灣的安全 這就是像一個人 當然有權力吹口哨 但是如果你在森林裡面行走旁邊 這個在不遠的地方 有一頭狗熊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不應當吹口哨了 因為危害到你的安全 有這個權力 但是現在不應當做 當你旁邊在不遠的地方 有一幢這個小屋是有一個很善良的一個農夫在那的時候 那你當然就可以吹了 那麼現在台灣就是在等待 等待中國這塊地方 在這塊地方上佔領的 實施權力的 是一個善良的農夫 而不是一頭 殘暴的狗熊 大家都共同期待那個時候的到來 那也希望台灣的朋友 尤其是那些特別想 台灣改國號的那些朋友 特別想吹口哨的那些朋友 大家一起來推動 先把這頭狗熊把他趕走了 讓農夫進入那塊地方 經營那塊地方 那個時候大家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共同期待 非常感謝李教授 今天的這個論述非常的精彩 也非常有深厚的這個學理基礎 國家的五個目的 這個國家構成的要素 這些都講得非常清楚 把這個極統派極獨派以及 中共的這些說實都批判得非常的全面 確實是這個政治學教授的這個本色 全部發揮出來了 感謝感謝 謝謝 我非常謝謝一炳兄後輩的解讀 因為我覺得一炳真的是絕頂聰明 而且經驗豐富 將我前面的這個比較多的學理 用很簡單的這個生活上的這種嘗試 把它形容出來的 走進身裡碰到果熊不能吹口哨 這講得非常傳神 這個不只要趕走果熊 其實果熊不應該再存在了 就像我這講的 我們以前講過了 我說這個巨大恐龍 不應該還在這個世界上存在 極簡專制這個世界不應該再存在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違背人性 你看上海現在出現問題 根本就是極簡專制極致以後產生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當代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這是合乎人性 就像美國疫情有犧牲比較多人 美國人並沒有因為疫情犧牲多人以後 社會產生動盪 也不會產生像上海這樣認為自己防疫非常好 結果現在出現了上海的問題 那真的是什麼樣的世界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那個背後根源是什麼 極簡專制本質的問題 所以我非常珍惜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我也希望更多中國人享有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不僅希望更多中國人享有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而且希望中國人像台灣一樣 和平寧靜革命 用和平搗共的方式 來享有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生活方式 謝謝 對 您說的對 這個實際上是應當把中共這頭狗熊 應當關進籠子 這個大家就安全了 好 這就是和平革命的方式 並不需要去殺死它 關進籠子 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下個星期 同樣的時間再見 謝謝各位收聽收看 謝謝